學校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由開學九月到現在 他們罷課 罷課期間他們學跳責 你不理 他們在廣場裡學怎麼打架搏擊 你們又不理 其他同學生上課的時候 他們逼人來罷課 那你又不理 好了 搞到今時今日 整些老師想講一些 跟他們的意見不一樣的 還被人圍五個小時 報警都沒有人救 那我想講 其實學校是否真的完全沒有責任呢 我覺得昨天八大院校出了一個聲明 你這張聲明不單止 你沒有緩和到去解決那件事 你還好像想告訴別人 不關你事 你不要搞著我 麻煩你政府快點搞定它 如果你學校是否一點責任都沒有的話 完全不關你事 那為何今時今日 學校會變成 他們在制服軍火的基地呢 我覺得其實 為何那些學生會搞到這麼無良 這麼無知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是全香港所有人都有責任 你見到連這些 好像七、八萬年生的校長 都這麼無擔當 都這麼易知 每個人在口裡就說自己很疼 那些小朋友 要救救小朋友 如果你明知道他們上戰場 你怎麼可能可以繼續 讓他們出去這樣做呢 你不妨礙他們 好了 現在搞出一個大頭髮 就說不關你的事了 但是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然後就覺得自己好像很委屈 很可憐 我們連自己做大人 都可以這麼無擔當 雖然我很不喜歡這一幫所謂的暴徒 我自己內心稱它為恐怖分子 但是在我另一個角度看 其實是因為我們自己大人 都很難看